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OTC也一样 几乎它是没有涨的 也就是说在最近里面 台北股市常常发生 轮动快速的一个现象 我就问大家 你昨天能够想到钢铁个股 今天会涨停板吗 当然这个循环上面是很正常 从散装轮 散装轮的一个当时候的报价 就BDI BCI 当时候的上涨 就是因为铁矿砂的一个 运铁矿砂 而钢铁本来报价就会指纹 帮人家干嘛去买铁矿砂 对不对 可是重点是 今天的报纸上面居然说 中钢董事长说 明年的钢架用标的 用喷的 你就有可能吗 你叫中钢董事长出来 再面对记者用桌 明年的钢架会用喷的 用标的 你看他是不是真的敢这样讲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钢铁个股 像中钢在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里面的跌下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候的报纸上 也是天天在讲 中钢说什么 中钢说什么 我觉得钢铁个股 在K线图是右下角 钢铁的报价 的确是指跌 所以钢铁个股的上涨 有道理 可是问题是 它是来自于什么 报价性的指跌 铁矿砂开始运 而且未来你的BDI BCI 会因为天气变冷 海水会结冰 所以这个过程中他一定要赶快运 可是你现在就说 他的钢架会用喷的逻辑在哪里 我先跟大家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中国大陆是通缩 大家应该知道 中国大陆是通缩 在这种过程中 虽然他开始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 他要去救他的所谓的营建 问题是他是渔屋去做销售 还是新的建案 就是渔屋 他就是当时候的一个所谓的 碧桂园上面的问题 还有一些所谓其他的一些问题 他造就出来的 他并不是要去说鼓励你的薰屋 他是鼓励你什么 鼓励你去买那些层屋 第二件事情里面来讲的话 在中美贸易战之下 因为在当时候的 所谓的原物料的一个大涨 他当然有跟COVID-19 他有点关系 还有跟中国 中国跟美国都在推什么 基础建设 问题是现在中美贸易大战之后 中国本身面临到通缩 他还有没有办法那么多的钱 去推动他的什么 基础建设就到全世界 建什么 建铁路 有没有可能 不管这个部分 再过来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明年是不是要总统大选 你觉得拜登能够续任吗 目前的拜登的民调 是远远落后到川普 川普就是一个商人 川普不是说不做基础建设 但是他什么 用力来看 也就是说 譬如说他跟拜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拜登基本上说 我给你乌克兰武器 我给你以色列武器 你去对抗恐怖组织 你去对抗俄罗斯 对不对 你觉得川普会给你免费的武器吗 所以川普就说 我一上任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一天内结束 为什么一天内结束 他不给他武器不就一天内结束了 所以川普他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人 所以在这种过程你要先了解到 最大原物料的使用国 现在当然印度也有 可是问题是 如果中国在通缩的过程之中 配合到一个重点 其实整个一个FED的主席 包括他是铁头工的 他虽然这一次讲出 因为美国的选举快到 他比较鸽派的一个言论 就是说未来里面来讲话 就算你经济 还没有衰退的过程之中 我就会先降息 所以美国人都预期 会明年降三次息 所以债券的价格 都呈现了一个上涨 可是他还有个附加条件 如果你通缩又上来 我就再继续升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这种条件 我觉得原物料的价格 可以长线上面指纹 你做长线的人 真的不要杀丁 可是你要他用喷的 你就看看会不会喷 我觉得他的一个走法 上面来讲话 大概就跟这种一样 就是跌升反弹 急涨个几天会休息 你千万不要乱去追 钢铁个股不要乱去追 我刚才就讲说时间还没有到 全世界那种扩张 原物料要大涨的一个价格上面 时间还没到 还没降息 再过来再说 因为整个一个美元 它曾经的贬值 新台币的升值 所以这些原物料报价会好 我告诉大家 我今天来讲话 我认为 我跟大家看法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这新台币兑美元 新台币升值到相对性的高点 短期的一个高点 再过来我们就说 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它如果再往下破 破到31 这个KD指标一定背离 它一定是背离的 我们再用所谓的一个技术性分析 因为我们说在整个一个央行 让我们不能够预测 台币的一个走势 美元的一个走势 我纯粹看技术面 因为它这条年线是向上的 我们说以整个一个 所谓的波动理论而言 移动平均线而言 你一条均线是向上的 而且是长期平均线 接近它 靠近它 不管它破与不破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新台币的升值的空间 短期会有限 除非整个一个美国降息 而且要配合什么 台湾也要降息 如果美国降息 台湾来讲是不动 因为我们台湾之前 美国的升息我们没有根 因为我们的基础利益 到现在里面来也不到二 人家是到五多 你觉得在这种过程 你自己去做 我不想多说 就像我在昨天里面来讲 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台湾里面有非常多的 财经的报纸 我说在市场上面 不要一个死多头 不要一个死空头 别人的看法上面都要尊重 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 就已经说过了 因为多空的看法 就是每个人会有不同 就像这一次 我对大盆的看法 它就是第五波 但是它第五波里面 它分成两种 一个叫邪恶第五波 一波攻顶走空头 另外一个是叫 无限延伸第五波 我说在这种过程之中 因为我们不想 虽然很多的个股的特色 或台北股是目前的特色 轮动这么的快 满天都是小星星 满天都是金条 而且你如果跟着盘面跑 你至少持股会不要 二三十档以上 所以你在面对这样的格局之中 你只有几种战法 一个 以资金少的人 你就光望 你就先光望 等到主流确定 现在没有唯一主流 第二件事情 你的资金保留 你的子弹又在对的地方 对不对 你的资金保留 你就看好的几档个股留着 然后资金做切割 你就用在那几档个股身上 就是你看好的几档个股身上 这样就可以 不然的话你面对这样子 罗渣的风火轮这样跑 我说这台北股是好像过洞儿一样 你知道吗 抓不住 而且那种走法根本就不对 我昨天就讲说 你封测的本益比台积电高 比IC设计高 这样对吗 这样一定就伦理就不对 虽然机身但还是弹生机 高股型ETF 因为大家的踊跃的认购 而造成投信的买超 而造成市场上面的买盘的卡位 OK 可是当你涨到一定的阶段的过程中 你失去了该有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他当然就要回档 我有那么大能力 就把这些股票打到跌停 刚好可怜 不可能吧 你看2364的一个新权 或是3265的台新科 如果真的要讲 就说就记忆体好一点 其实历程今年本来赚不到10块钱 所以他本益比并不低 可是问题就是他会处理一个厂房 而且这一家公主说历程 威刚至上有个好处 他们都会高配息 高配息来讲的话 他就会很好 也就是说历程今年本来应该算7块 他会处理大陆的一个厂房 加起来大概会有10块 他过去里面的配股配息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觉到他去年是赚11.6 你看他配股配息率 是不是7块 那就6成多将近7成 所以如果我们以一样的一个水准来看 如果他来到140左右 140左右 他还有高股息值率的5% 3260的威刚在过去里面 我们说过去 我说为了他怎么决定我不知道 他3.19 3.19 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看他3.19配多少 配2块 这样是多少 大概大约7成 今年里面来讲的话 大约是在6块 就42 这样就4块2 所以你来8 90块我就OK 8.1 12的至上 今年里面大概赚个4块多没问题 他过去里面来讲甚至5块 明年是6 7块 他如果赚5块他配多少 他是配8成 他配4块 4.4有没有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 今年如果4 5块 明年6 7块 也是高股息值率的个股 你就不用过度担心 所以我讲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台北股市 本来多长好好 就市场上面过度投机的资金 把这个台北股市整个搞乱 不管是在财经媒体上面 不管是各方面上面都是如此 你其实股票里面 你不可能买 一定买到最低 不可能 而且你现在里面来讲话 我说你在这种过程 你去参加法说会被公司派骗了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法说会 我们都要信任公司派 可是如果你看报纸 你完全不去查证 你自己就是这样子 很相信的一个报纸上面 如果报纸上面来讲 写的人又不是太有道德感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我昨天就做了一个举例 我个人觉得 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觉得洪梦冲董事长 你自己也要去制止一些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我有跟大家讲过 我都会去听一些法说会 系统在整个公布说 联电联合系统加资源要供IP 因为他看到的音乐打一直在涨题 结果他就这样子在 法说会的前一天 整个前天 应该说昨天的报纸这样讲 我说昨天的报纸这样讲的过程中 我不反对 因为你在这种过程中 因为这报纸上面写的已经不下一次了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种过程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他在写这份报纸的时候 就是昨天拉涨题之前 他的融资卡会3692张 就昨天大家看到这个讲 看到音乐打涨题 大家在昨天里面又去卡了 9317张 一共12000多张到13000张 结果人家法说会说什么 大家知道吗 系统法说会上面说 他根本没有这么说 他没有要做IP 这个新闻消息怎么来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 我说如果人家公司派真的这么说 那就算了 因为有时候 我跟你讲 这市场上面来讲话 没有那我们而已 在这个过程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台北股市 它的轮动速度很快 我说它就是第五波 只是它打一种的第五波 它也可以无限延伸 大家事情1400就说 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波 到2000也是 现在3000多也是 人家还是可以无限延伸 那就是来自于基本面的支撑 真的这个时间点 所有的产业都已经是 就像刚才看到钢铁 人家也不过就是刚上来而已 我也跟大家讲过说 不是所有的产业上面 看起来都是邪恶的第五波 但是我会认为 你看昨天电子7层 今天马上掉到7层以下 这种轮动速度这么的快 KD指标是交叉向上的 可是你往往都是撞的指数 赔的价差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偏多到日KD指标 交叉向下为止 但是指标不是在低档 你的资金一定要切割 我说你保利的资金 在你原来的火种上面 不然的话你怎么办 你不能够每一天 涨什么就去追 那我就问大家 你系统里面来讲话 昨天涨停 今天这样杀到快跌停 为什么杀到快跌停 很多投资朋友还搞不清楚 因为他昨天的法说会的内容 直接否认记者登的 直接否认那一个报纸上面 登的事情 他说我没有这么说 我没有要这么做 大家去听听看他的法说会的内容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被公司派骗 正常 因为有些公司派 也会看错警器 或是公司派不是要骗 他自己看错 我觉得也OK 但是你不能够用 人家没有讲的话来写 这样不是好的一件事情 这个时间电子如果是在6层到7层 传经电是轮动的 台币升值外资齐选线同步偏多 才会有利于指数跟0050成分 问题是外资要开始长假了 你内置怎么做 因为在最近里面都是指数在涨 指数涨外资在买 台币升值 可是大部分的股票是往下 为什么 因为台北股是有40%以上资金 是当日冲 如果再加隔日冲 就不是这个数字 他每一样买这个 今天又涨钢铁又要买钢铁 然后今天涨这个又要买这个 你就看到那资金 这样轮动 这样会把整个大盘的结构搞不好 这样就会变成 本来不是要邪恶第五波 就变成邪恶第五波 何必要如此 我觉得在这种过程 我刚才就讲 一个你资金比较少的 你就等它稳定 这个大盘不能够赚指数配价差 另外一个你就保留你的资金 在你原来的 我说北斗七星 或是你原来的持股上面 你觉得差不多可以买 你就去买它 剩下的现金不会去买它 不要看这个野养 看那个野养 这样的话 并不是太好的一个操作 在快速轮动的格局之中 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我就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我认为说 不是 应该不至于是一个空头的走势 因为AI才刚刚开始 你来看这是代表什么 我说我们看很多的东西 为什么要看半导体 半导体代表的是一个景气 这是半导体的上游 称之为设备 大军将至粮草先行 这是艾斯摩尔 我一直跟大家讲三奈米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其实我不是乱讲 我有看到讯号才会说 你自己看人家卖高阶制程 极止外光设备的股票 叫艾斯摩尔 台积电美国厂都还没有设 它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是来到新高的附近 这个会是空头吗 我也跟大家讲过 IP没有那么简单 IP分成很多 权力金的一个收入里面 你要看你做什么的 你的产品是什么 如果这么简单 大家都不会一路的拱创意 跟四星跟M3E 技术层次是有差别的 力旺的层次也是有差别的 不然有很多的公司 早就会做IP了 为什么钱都 获利都出不来 因为它做的产品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了解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时间 我不认为一定是邪恶第五波 的原因是 看很多的个股的走势 或是AI 难道AI现在就要结束吗 也不可能 因为现在AI只有进行到第二部曲 叫ASIC AI晶片百花其放 有到你的消费性的产品 你有拿到NB1 NB1现在是有AI的吗 你有拿到手机 现在是有AI的吗 没有 所以它还没有走完 可是问题是台北股市的特质 为什么那么像 就很奇怪 那就是因为台北股太浅跌 你一旦太浅跌 你就会被有心人士上面来讲 所鼓动 才会造成这个样子 我刚才就讲了 我认为钢铁的报价 触顶 有机会反弹 但不可能用喷的 那写用喷的 那就去问中方董事长 而且要叫他面对媒体上面 这样子讲 说你认为钢铁的报价 未来明年是会用喷的 那理由是什么 就像 我刚才就讲说 像我就看系统 我觉得昨天的法说会的内容上 让我很震惊 报上居然那样写 人家是完全说没有 我非常的一个震惊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 我觉得大家自己要去分清楚 你的眼界有多高 它会象征你的一个财富 因为说实在的 那你是不是过度的投机 才造成这样的现象 也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认为 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在对的时机点 去做布局 那我已经刚才讲 什么叫对的时机点 一个 等待 你钱比较少 你就真的等待 另外一个你有钱 你留着 在你原来的持股上面 去做操作 那个叫核心持股 卫星操作 不然的话 你每一天里面来讲 看到满天都是小星星 那就不是卫星操作了 那你就是什么 那你除非 你就是有挪扎的风火轮 不然的话 你就跟那记者 要有关系 他写什么 你买什么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品还是很重要 我也不想说什么 我觉得品还是很重要 如果没有的事情 乱去写 那你就看联电董事长 还要不要做动作 不管我的事 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看到这些个股上面的走势 应该没有走完 如果没有走完的话 我们到底该面对 如何快速性轮动的格局 我们进一段广告 再针对个股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系统12月14号 有线上法说会 也就是在昨天 我觉得也不错 至少很多人很懒惰 都不看 让你还开个高盘才下来 不然的话 如果很多人看的话 可能连高盘都开不了 因为他直接说没有 我没有说要这种事情 他还是要说 我还是去做我的IC设计 还是跟耘在IC设计 并不是IP 你这样的话 如果直接开听 那不是损失更惨重 大家自己留意 至于在艾斯摩尔 它代表的是半导体的设备 它是叫极止外光 生子外光 它是一个设备公司 它是一个核商 因为当时候在之前里面 因为美国限制 限制整个艾斯摩尔 卖设备给中国大陆 所以他股价 他就说我因为这样子 我发布我的财报上面来讲 可能有衰退的疑虑 曾经跌下来 可是你现在都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美光 不管是我们的台湾 或是中国大陆 其实都还是对设备上面来讲话 尤其明年的台积电 美国事情也搞定了 台湾的事情也搞定了 就是要往三奈米 往二奈米走 三星的部分也一样 台湾里面跟艾斯摩尔有关系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跟三奈米有关系 譬如说加登 3680的加登 你看他就没有跟上 还在这里 另外一部分就是6196的凡轩 也是在这里 凡轩就不一定跟三奈米有关系 加登是 钻石碟 中砂那些也是 你自己去看一下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台湾的记忆体里面来讲 就有讲到我之前讲的HBM HBM是AI伺服器里面非常重要的 美光就有讲 他说未来的记忆体最缺的 就是超宽品 其实他讲的这样子 他说所以我要供超宽品 问题是他明年里面才能够做 现在里面就是只有韓系的会做 韓系的为什么能够做出来 那就要感谢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跟所谓的创意 他整个完成了 海力士上面来讲的HBM 他用他的一个方式 所以当时候我们在 你还没看到利多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不管是1500 或是1500多点 或这一次拉回的 1500多块 一直到这一次的创意 他最高到1890 你自己留意拉回 因为明年里面来讲话 他有这一个海力士这一个 这种才是难 这种的ID才叫难 你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DDR5很难做 很难做 不然不然光怎么会到 明年里面来讲话才有那个 所以它是超宽平的记忆体 目前就是只有三星跟海力士会做 美光明年才想要做 就有人说 韩国可能就不会做DDR3DDR4 它不是不会做 它是减产 因为做赔钱 所以整个低润价格 还会涨2成到3成 然后内的还会涨5成 这些库存水位比较高的 刚刚都已经念给大家听 群联就内的 再过来就威钢 再过来就制上这一类型的 还有什么实权 他们库存都比较高 不过实权本益比较高 大家自己留意 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我也跟大家讲 现在里面来讲 你也不用过度担心什么 AI伺服器会大跌 或各方面 它都不会 其实他们就是在一个沉浅期 在中断的一个整理 你在这里面来讲话 假设台币的升值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应该这个 这个新闻就应该是真的 我们的台湾里面来讲 今天会迎向第600个 观光客里面进来 他说明年里面要成长一倍 一倍以上 600万 他说明年成长一倍 这样就1200万 台币的升值 你就可以去留意一下 寒假概念个股 就是一些观光 或是饭店 什么云品 熊市 熊市应该会处理它的股票 所以第四季会有业外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云品也是明年里面 有军品correction 也会赚蛮多钱的 所以在对的时机点 要跟着鼠方 一起布局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的全新的操作 以及在明年3月份 才起算回期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